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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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欢迎收看传媒对焦 行留下多伦多开放的备行中心 是否足够应付无家可归者的需要 是否应该增加或改善哪些资源 你都协助露宿者 我们通过Zoom视像 请来专为露宿者提供服务的 Homeless Connect Toronto 行政总监李若玲和我们一起谈 Melody 你好 你好 Melody 我们都知道 上星期天气非常寒冷 尤其在多伦多市 晚间的温度 加上风速 感觉有如零下二十度 所以市府也是开放备行中心 但是似乎多个备行中心 都有人满为患的困难在这里 其实现在露宿者面对 尤其在这些极端的天气下的时候 他们面对一个怎样的情况 我们现在想想这几天这么冷的时候 我们都不敢出街 会想出去一定要开车 或者穿很多衣服 有很多路宿者是没有安全 或者是温暖的地方去出入 有方便 长期间在外间的时候 他们会受到很多不同的医療 例如有疾病 例如有疾病等等 甚至去喪命 我们最担心是这几件事 但其实市府已经是 在寒冷的天气的时候 他们就会开放一些避寒中心 之前就开放了五个避寒中心 最初是四个先 后来就再加多一个 那其实那些避寒中心的位置是怎样 怎样为之人满为患 有多么紧张呢 因为他们每个中心 只可以大概30至50的人数 是看哪个中心和哪个地点 每个固域 我们说多伦多的城市这么大 我们头的四个好像每个角落 开一间 一个在斯卡尔伯拉 一个在约尔克 一个在下县等等 那其实变成了 你如果需要去这些不同的地方 第一就要找方法去到这个中心 第二去到的时候 可能那个中心都会满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那好了 我们首先讲一下 不如说去到那些中心的时候 本身它会提供一些 怎样的服务 和那些中心的开放时间 又是怎样的呢 这些中心是 刚刚是我们去年开始 就是-5度才会开的 那这些中心呢 这些是短期性的 那就是日头 有时候他们会在地上铺一些床 可能有一些椅子被人坐 那其实不是一个长期间的一个解决 因为他们平时呢 只是开几天的 特别刚刚过往这个礼拜 就开了整个礼拜 但平时他们可能只开一两天 就会开灯 然后又去到腐5度又开关 又开关又开关又开关 那是一个就是 那些人需要的时候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 还有去到的时候 可能没有很多位 只是坐在一张椅子上 可能有一些暖的东西喝 可能有一些东西吃一下 但就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环境 但是如果一旦真的去到那些中心的时候 就是一些无家可归者去到那些中心 就是发觉原来是满了了 我看一些报道就说 市府就说就算是满了的话 他们都会想办法去安置这些无家可归者 就是不会说我真的要趕你走 那个情况是不是真的这样 其实是不是虽然说开放得比较少 但是他们结果都会有一个妻生之所 他们尽量呢 因为他们每间我都说 他们每个中心都有个人数的限度 那么他们尽量就会扶到你去另外一间 可能另外一个中心多些位置 那么他们就会安排你去到那个中心的 但是如果整个系统都满了 这个就变成一个困难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不能再逼多些人 进去那个中心的限度 因为有位置或者太逼了 那么他们有时候有机会都会退出人的位置 那如果是真的我们看回现在那个情况的话 真的是很冷的天气 那么如果其实通常这些无家可归者 这些露宿者的话 他们会去到什么的地方去避航 去到取暖呢 很多时候就会去地铁站 或者坐巴士 去一些不同的巴士站 有时候又会去图书馆 或者去一些不同的community center 去取暖 特别是日头的时间 有时候又会去商场等等 特别就是晚上最困难 晚上多数我们都会觉得是最冷的时候 但是很多这些地方都是会 晚上会关掉了 或者不方便他们去流浪在那里 那就变成他们就要找一些不同的地方去取暖了 那我们都会听到一些新闻 有时候就是如果那些人会住在橡棚上 他们有时候都会开了一些火 或者一些泡泡车的时候 那就会变成一个很危险的情况 如果他们长期间开了 但是又没有很好的去有一个火安全防止 很多时候这些镜头就很快就可以 就会变成火 那我们希望有多些温暖的地方 不用他们在外面自己去创 或者去做一些創意的东西去补乱 你刚刚提到 其实可能他们都会去一些图书馆 或者好像公车那样 他们都有说到 其实在冬季和在夏季 就是这个露宿者留在车站的情况 那个人数是以倍数去增加 那其实在你们外展工作的时候 就是例如你们外展工作 你们看到有一些露宿者 是可能在很冷的天气底下 他们还是流到街头的话 你们那个困难在哪里 你们又会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提供服务呢 那我们莊燕就会劝他们去补卷的中心 很多时候就有时会觉得不安全 因为有些中心 就是我们讲过这些20个到50个单位 但是有些中心是比较大一些 就是这些24小时有开有三间的 那一个就是Better Living Center 就是有300多人住 同一个Better Living Center的中心 那有时他们不方便 或者觉得很不舒服 或者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精神病的时候 就是跟太多人来往 会影响他们的精神 就是他们的精神病 那我觉得我们第一就是要找适当的 暖的地方 第二就是要找到适当 就是可以符合他们的需要的地方 和有这些不同的帮助 那有时我们劝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需要不同的服务 但是觉得这个环境不适合他们 他们有时都不会进去 那我觉得要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那在外展工作上面有困难 那反过来其实在寻求这个多人多市府的帮助上面又怎么样 就是因为好像看到有很多义工 又或者一些关注组织 尤其在这个最近期天气这么冷的情况下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向市府提出一些要求 就是其实市府可以提供一些怎样的帮助 才是比较最实际的方法 那我们短期性呢 这些已经是有进步了 就是我说开了一些不同的中心 负用道已经开了 有些24小时的中心 但是又不足够 我们就尽量就是 我们想劝市民 就是如果有位置 或者肯收留 或者是短期性 长期性 都肯开一些不同的居住 或者是选择的选择 市政府经常都很需要跟这些人合作的 那我们都是一个 就是他们的困难是找这些不同的地点 又觉得适合 很多地区都不是欢迎那些老宿者 去住在或者长期性住在 或者短期性住在他们的环境 他们都不是很舒服的时候 那市政府都是很难去开这些不同的中心 那我们长期性呢 当然是要找多些选择的房子 那我们知道选择的房子 就是那些租全部都漸漸这样升的时候 人人都有影响 特别是 就是那些人是想搬进去的时候 但是他真的不能支援 长期性就不能住在一个单位里面 那我们的支援房子 是一个很长期的计划 我们两方面都要去接触 就是暂时怎么可以到过这个冬天 第二就是怎么可以令到那些人 长期性不用住 不用流浪街头 不用住途中 希望他们长期性可以住在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单位 令到他们可以去专业 或者去成为我们的社会 好像你们那样 类似相关的组织 其实都有呼吁 就是说在这些备行中心的时候 最好是这个 在整个冬季度开放 开放这一个24小时 因为很多时候有时 避行中心 我看到现在可能有些是下午5点钟才开放 也都好似刚刚所说的 就是那些位置很快就会占满了 但是其实你们当向师傅提出一个 说可不可以可能开24小时 那个避行中心的诉求的时候 就是师傅的回应或者反应是怎样的呢 我估计他们我们开会的时候 他们都是好像跟我们 就希望如果你有些适当的人 地方地点 知道怎样让我们去开一个中心 你都跟我们说 因为他们一个困难就是 找不到这些适合的地方 第二就是找一些适当的operator 每一个中心都是一个机构 去聘工去聘工回来 去做这些工作的 他们就要找一些适当的operator 去operate这些中心 那就是两方面 一个就找适合的地方 第二就是找适当的operator 那operator当中就要付资金 因为资金就是要付资金 那些工作给一些人去开一个中心 那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 我们长期升 他们每次开会都是讲钱 那就是我们有多少钱 去撥去这些暂时性的中心 那我们都要好好这样想一下 就是怎样分配 OK我们长期升 我们有三个24小时的中心 有380个单位 那他们这个就是11月开到3月的时间 那就是24小时的 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五个就是 只是低过5度才开的 那这些是叫做overflow 那overflow就是可能 就是那些人OK在外面住开 就不想进去这些warming center 或者respir center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太冷了 那他们就会开 那些人就会去 但是很快就不满 那我们就要每一年就要去进步 那去年就是-15度才开 那现在进步了 开了四间 那就是第五间就是-15度才开的 那就变成了 至少它就有温暖的地方 暂时性就不用在外面 我们是要怎么说呢 我们是要问回自己的问题 就是我们觉得人生的价值是多少呢 是值得多少呢 如果我们觉得冬天 我都自己不敢出去的时候 那人家住在外面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要用这个想法 如何去安置他们先 那就长期性就希望 他们可以接触一些不同的服务 去找到housing 好 谢谢你 Melody 今天跟我们讲了 有关于这个 露宿者的最新的情况 谢谢你 Melody 谢谢你 各位如果想重温以上节目内容的话 可以去到本台的网站 点击节目重温里面的 传媒对焦就可以了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